哦我的妈呀 真的好危险 感觉我们这次旅行真是一过三只 无人记丢了 真是无虑 哈喽大家 我们已经到三番了 我们拿到了我们的车 租了一个炒红的小野马 我们的路线大概是从三番 沿着一号公路开到Santiago 然后从Santiago再回到三番这样子 绕一下优胜美地 我们刚刚把行李放到这车上 然后现在开到酒店去 我们现在往半圆湾这边开 一路下去就是一号公路了 边走边停 然后看哪里好看我们就停下来 太舒服了 我觉得我可以在这儿躺一天 它这边还好蓝呀 特别是到了这一块 就超级好蓝 我们终于到酒店了 给大家来一个room tour吧 整个房间的一个面积还挺大的 这边有一个小沙发 一个小阳台 这应该是可以出去的 那边有个椅子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浴室了 林浴街 我刚刚订了一家海边附近 可以吃海鲜的餐厅 然后我们现在准备去吃饭 哇 这个海边小镇 到处都是海鸥的声音 希望它给我留了靠窗的位置 没见过海鸥啊 一脸稀子的样子 它趴在这儿 它起身的时候会不会像有个蛋 这个就是晚间八点的末日 紫粉紫粉的 哇哦 这是码头逛逛 然后就在我们酒店旁边 今天口红用这个 香奈儿的U4 是那种粉色调的 因为今天眼影涂的也是那种粉色调的 它涂完这个沉迷之后 就是那种很透亮的感觉 稍微舒适 今天呢我们是离开蒙特雷 沿着一号公路边走边停 一直到玛丽布 一路上应该会经过很多很有名的点 我现在准备说试一下东西 准备出发了 哇你看这是什么造型 中华脚啊 哇哦 这怎么怪我头上 那你为什么不能不带呢 赶紧跑赶紧跑赶紧跑 哇哦 那边有鱼钮 就是原来这60人生发呆 咳些死了 哎你这怎么给我口水的啦 发现了小树 在那里 看到没有 哇哦 他们跳得好欢哦 我们现在到卡梅尔小镇了 这个小镇也好漂亮 我刚刚在餐厅里面换了一件衣服 因为接下来几个点 还知道搭卡梯还挺多的 那边有一群鸟在那里 休息 终于中逢到一块 没有被乌云当流的 滑雨了 这位小镇真的太蓝了 当然自己说我们老了也会这样吗 达到的是很有名的一座比特斯大墙 我们现在停在一个海湾 这边我远远就听到好多海事在那里寄游 我不知道它在哪儿呀 它是刚刚我们那个地方的105米 我们不是一直在录吗 看看最后画面不就知道它在哪儿吗 真是要吐了 无人鸡丢了 真是不遇 我们刚刚跟着那个最后的画面 一直都在找它炸鸡的那个细点在哪里 你确定它在那里吗 确定就在那儿 肯定是在树柄以来那么小一个东西 我们你就会前脸 我们现在的话就准备直接完马里步这样赶了 然后沿途再看看有什么好看的地方吧 我从来扎起了 舒服多了 这海水吹得乱七八糟 我们现在是已经开到了这个101号公路上面 因为马上天黑了 所以我们就不沿海开了 然后大概还有100多英里 到我们的LA的酒店 我们找到了一家10点钟关门的烤肉店 在盛塔巴巴拉 我们终于到酒店了 晚上10点了 我们到Best Buy了 来看一下无人机 最后选择买了这个大疆的mini street grow 带一个有屏幕的controller 它现在是都可以拍4K 可以三项主动避障 自动跟随模式 就还挺酷的 大小还是跟之前的一样了 跟它小时候差不多跟那样 去充电集合 我们现在准备去吃饭了 想去吃 我们之前来LA很爱吃的一家烤鸭 就是叫梅州东坡 哇 他们这边的停车场好干净 特别有那种国内的感觉 干饭干饭 这个生成好豪华 然后回2018年 我点了一杯西瓜石榴汁 你喝一口 你知道吗 这都很健康的 你喝啊 这太难喝了吧 这边阳光实在是太好了 这不是特别晒的时候 然后有风了吗 还是蛮舒服的 好 我们现在已经到梅里山庄了 然后去逛一下这边的客户心 哇他好喜欢这间格子山啊 他真的好土啊 这间太好看了 买点太大了 没有想象中的好看 这间的客户 这一间啊 嗯 我特别喜欢这一间 还一定要说服我 把它买下来 这也才是那个卡西斯 这个 这个大大可有多 拜拜了 一同梅山庄 拜拜了 拜拜 落日结束了 拜拜 哈喽大家早上好 临时决定在圣地亚哥多待一天 然后今天的话我们想去Sea World玩 我们酒店附近就是有个海湾 然后这边好像顺利 那个顺利指纹 还有军舰比较近 今天我穿了一件装 两件套的一个小上衣 下面的话一条牛仔裤 耶 我也要拍照 我们现在在看五金 我们还是换了一个 稍微舒服一点的位置可以撑伞 因为这边人比较少一点 不用挡着别人湿血 这个人去看卫海龟了 我们现在去卫小海龟 我们现在去看卫海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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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哇 哇 好可怕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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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怕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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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說 我愛你 我愛你 好可爱 已经离开Sea World了 然后现在准备出发去马州了海滩 哇塞 这个海滩好好看 会有躺着的 海湿 你以后面猜測 那这些 reson traumat可爱 我要呢 想用什么 我就是偷看你 我就是偷看你 我感激悲我 你要用我 Gedanken 我不是过去做的 我就是偷看你 你不是过来的 熄灵的 但这些东西 我就是偷看你 在我身上重处理 Cabin你就是偷看你 我现在到了一家中餐馆 然后准备过来吃晚饭 湖南菜 我们终于到酒店了 最后只是一家双床房了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分床睡吧 哈喽大家早上好 我刚刚好要装 今天的话我们是准备离开圣地亚哥了 准备往优势美地赶了 想去继承者的拍摄地 一个公园那边去打个卡 因为想要配合那个公园那种氛围感 所以我就穿了一条小裙子 鞋子的话就穿了一双白色的小凉鞋 明天就会吃饭了 明天就会吃饭了 我们现在找到了一家川泰国 尝一尝这个叫什么炭茶 我点了一杯芝士草莓 不过我们这两天在申迪亚哥吃的中餐都超级超级的好吃 昨天吃的那家香菜我觉得比纽约的还要正宗 好喝 我们等会的话是直接网游是美的 那边开了 然后开车大概是六多小时的样子 就中间就不停了 车胎真的爆了 已经瘪了 自己去看看 我的妈呀 真的好危险 还好看了一下 在打电话 感觉我们这次旅行真是一波三指 简直大无欲 它这个轮胎不是爆了吗 连信脱肉的官方找他们看看能不能过来修 那如果修不好的话他就得给我换辆车 但是我们不在旧金山 我们在一个我也不知道反正靠近LA的一个地方停着 发现那个车胎爆了之后 马就赶紧找一个口就开下来了 就随便停在路边了 真无语 还有四个小时我们才能到游舜美地 估计是扎到什么东西的里面 得换轮胎了 他没有备你胎吗 这里 这车居然没有备胎 我让他退款 这边找到他的足迡车 你也不能怪他吧 我们这次旅程真的好可怜 我们现在是卡在了这儿 我们是大概是要开到这一块 我们现在步履攀山的开到了一个修车场 现在这个人在帮我们说可以换个轮胎 遇到凡事不要慌 先发个硬story 还有朋友圈 哈哈哈哈 让我发个朋友圈 我发个硬story 我找到了一家网红蛋糕店 叫Piglo Park 现在准备去里面买几个小蛋糕 这个看上去好好吃哦 就是素美的 好久快要了 还有这个 这个小镇真的还挺漂亮的 哈喽大家 我们到酒店了 给大家看看我们酒店的内部南路口附近的一个座店 现在还蛮新的感觉 就是这个格局我好像有点奇怪 入口处呢 是一个洗手台 然后这边可以吹头发 然后厕所的话在这里 还有个淋浴间 这边的话就是房间内部的 因为它是那种小套房的形式 所以就是有冰箱和微博主 在这边专宇做 我们专属的一台 我们两个实在是有点太累太困了 所以就准备洗洗睡了 那明天再见吧 拜拜 我们现在在排队买星巴克 哇 天哪 我们到门口他们跟我说 这个国家公园居然需要reservation的 然后给了我们张卡让我们去预约 但今天是8月1号 最早最长的时间居然是8月8号 我觉得我们就只能等到4点之后再进去 我们找到一家酒店进去吃点东西 现在差不多3点50分还有10分钟 但是这个好像就可以已经陆行的都可以进去了 看来大家都是同病相连 哇 这也太好看了 那个瀑布在这里 就是那个山上 好 走吧 那你喜欢espa还是更喜欢我呀 喜欢我 那espa的妹妹美还是我更美呀 我美啊 我们现在去看瀑布 我们现在去看瀑布 小熊的脚印欸 那是什么 熊 熊 熊 我们现在要准备离开游顺美地啦 然后前往秀金山的酒店 拜拜游顺美地 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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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熊 前一个小时都是开这种沿边的山路 他现在正在召唤他的小飞机 万一安全跪来 我们现在在奥克兰海湾大桥上面 然后穿过这个桥就到旧金山了 我们现在准备去双子峰塔 看晚上的夜景 我上次来三番的时候我们也是来双子峰塔了 每次来都能经验到我那种 然后这次的话我们就正好晚上到了旧金山这边吧 所以就又来打卡了一次超级超级好看 主要是这个地方我觉得特别特别的浪漫 就很适合那种小情侣约会 熟悉的建筑 熟悉的大袖球 大家去check in 我在这边等一下他 嗨我们到酒店了 给大家做一个room tour 这边一进门呢 玄关处呢就有一幅画 然后这边有一个柜子 然后这边有个全身镜 然后这里就是洗手间 淋浴间 厕所 这边就是一个大床 这边有个小沙发 还有个画 然后这个房间呢 它是可以看到 从就我们刚刚从那个另外一个城市开到旧金山的那个桥 我现在准备卸个妆洗个澡 然后等外卖 我看到已经在路上把外卖点好了 我的外卖到了 这是我点的羊汁甘露 他们的招牌 叫做丸仔翅 该比较好吃 我今天的话还是放在这一套 比较舒服一点 上负机也方便一些 然后穿了一套拖鞋 拜拜 这次旅程就到这里了 拜拜